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家呢 整个的概念是把所有的非承转墙都打开了 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尽量减少墙的数量 让整个空间可以流动起来 所以呢 在我在整个家里面的这个行为模式会更加的自由 每天会选择不同的路径 然后让我的思绪更开阔 因为我是设计师嘛 一直需要这种创作的这种源泉啊 然后一种一种灵活 一种流动感 所以这是我家最主要的一个思路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环保呢 是从很多东西你可以延续去用它 就是不要乱丢 乱扔 很多东西你延续去它 大家就是在 你发现没有 在以前的家里面一件家具可以用两袋 三袋 那我希望我用的家具也变成一袋 两袋 三袋 这么去传下去 就比方说这张桌子它已经跟了我十年了 当初就是拿这个老的榆木板拼的 这个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理念它已经都裂了 但是其实这个裂不影响我使用 我就一直保留它一种原始的一种状态 那另外一点呢是家里面没有特别的装饰材料 除了白墙 玻璃 木头和金属 没有其他的花俏的装饰材料 那我把这些简单的空间留给我的生活 还有我收藏的艺术品 整个卧室的设计概念呢 其实特别简单 整个的空间里面是刷了一种淡淡的灰 但是整体看的话觉得是白 所以让整个空间显得很安静 很沉 显得比较干净 这边呢是我一个好朋友啊 卢德的一个艺术家王敏画的机场 机场系列呢 其实它在讲一个在路上的一个概念 其实挺像我跟我先生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各种出差 各种忙碌 也是其实我们对生活一种看法吧 其实在路上你可以一直在学习很多东西 其他的呢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俩的区域分得很清楚啊 等一下还有更清楚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其实就是我的阅读习惯 跟他阅读习惯 不一样我们俩每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灯 然后我这边呢会放我长期看的一些书 那边呢会放他长期看的一些书 那现在呢就加上了小朋友的那一段 小朋友的那段书 其实这边呢藏了我的一个浴室的门 它跟整个的衣柜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房间里面会有一个一个洞 或者是一个通往其他空间的一个门 因为其实人在睡觉的时候 它还是需要一个安全感 所以在在我家呢 我会避免很多走廊跟洞的感觉 大家会在大家会对这种感觉 会有不安定的这个这个不太舒服的感觉 OK这个的把手其实是我自己设计的 因为实在买不到好看的把手了 所以我用皮真皮 然后找这个厂家做的 所有的这个衣柜的把手 然后这边呢是卫生间 很多人呢看到我家的卫生间之后呢 都会很吃惊 是因为我们有两个高低的台子 因为我先生跟我的身高差很多 我呢跟他大概应该差了三十公分 所以呢这个其实设计很人情化 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是 马桶区要跟整个的洗脸啊 然后浴缸要分开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私密的一个空间 我不太习惯就是我在刷牙的时候呢 我那个旁边还有一个马桶 所以我是一定要把它的独立割裂起来的 而这边呢就是跟它对称呢 是淋浴房 这样的话呢就整个的这个湿区被隔在里面了 台面上呢我跟我先生其实用了两块 我们在新西兰冰川上面的石头 就一块变成两块了 所以我们就一人用了一块 当那个放肥皂的托盘 还挺浪漫的啊 我认为生活应该是一个更加流动的 更加开放的 更加这个快乐的这么一个氛围 相对来说使用的器具可以简单 但是空间应该很丰富 如果我给我的家起一个名字的话呢 我会叫他不停歇的思绪 这是我对我家的理解